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yo 大家我是Lex 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这款手机呢 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稀有 为什么Lex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它在马来西亚正规的市场管道是买不到的 没有错 就是我手上的这款 Google Pixel 6a 啦 那为什么Lex要介绍它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其实以前我妈每次从台湾回来的时候 我都会叫她帮我买一台Google机回来玩的 那其实为什么我不跟马来西亚的dealer买呢 是因为dealer的价钱真的是贵的太离谱了 我个人是觉得完全是不值得这个价钱的 那这个毕竟是我用原价买回来的 所以就算我完了一个月之后 我还是可以以原价卖出去 有时候我甚至还有的赚咧 那心想是不亏的对吧 只是好巧不巧遇到了疫情 一来就是两年了 所以到我正是有机会在玩Google手机的时候呢 没想到已经出了6a啦 那废话就不多说 反正就用了两个星期了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吧 其实6a的设计不完全是延续了Pixel 6的设计 相反它的模组设计非常像即将来临的 Google Pixel 7的这个模组设计 我之所以这样子说呢 是因为6a的模组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椭圆边框的 跟Sheet的这个设计异曲同工 而唯一跟6代相似的地方 就只有延续用回这个三段式的Ping接 还有原先非常厚的镜头模组大幅缩在 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设计的 颜色的部分我拿的是青色 那这款青色其实6也是有的 只不过这个6a的呢会更深一些 相比之下我个人更喜欢6a的配色啦 毕竟给我的感觉更加的成熟内敛 而值得一提的是 6a的尺寸我觉得在小手机上来说 做的真的非常不错 身材呢就控制在178克重 还有8.9毫米厚 基本上来说这个是小的 哪有分量 拿起来就是满满的安心感的手机 而且指纹解锁的位置也设计的刚刚好 手指100呢就可以解锁啦 所以其实也是这两个星期 因为它这个手感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软体那一边呢是做的很不错的 所以我也迟迟没有把我的S22 Ultra给换回去 只是按键位置放在表面上面 所以呢就不难按 但是呢因为位置掉乱的问题 所以要花时间适应一下 那就顺便提一提 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买这个手机呢 记得入手它的原装可 原因就是Google手机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要在Malaysian Market 要找到它的壳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第二就是这个壳其实也不贵 所以换马币来算的话其实也是60块这样子而已 而且手感呢在热肠的握持跟打游戏都挺舒服的 质感感觉也可以用很久 然后有一点Lex觉得比较美中不足的是 其实它这个厚度这个机身 应该还可以塞多一个3.5mm耳机孔进去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呢就是砍掉了 还有就是麦克风从6代的3组砍剩2组 不过这点我不发烧 所以呢对我来讲我是还能接受啦 另外个人是觉得这一次6A呢 在这个价位下没有砍走 并且保留了IP67这个真相的功能呢 真的是我是非常满意的 是因为在一定基础的这个防水保护下呢 用户是可以用得更加的安心的 而另一个大卖点是 Google Pixel 6a 这一次在它这个中端手机的价位的产品下 下放了他们自家研发的这个SoC 也就是Google Tensor啦 说起来也是我第一次接出Tensor这个处理器啦 其实整体用起来是颇顺畅的 如果你讲热肠使用啊 拍拍照啊 刷刷APP这些都很OK 耗电量个人觉得控制的真的蛮不错的 4410毫安是尽量可以耐操整天 算是在我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 所以一天一充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充电速率呢 我也变得没有什么意见了 那至于它的续航为什么会那么好呢 我个人是觉得 60Hz的屏幕刷新率和原神系统 是这一次续航超屌的最大功劳 顺便就来个温馨提醒 6a前期充电虽然会比较快 但是过了70%之后呢 会为了保护电池就充得超级超级慢了 对此应该很多人用过OV的快充的话 应该这一点会有点受不了 不过Tensor这款SoC本身真的是非常不适合打游戏 加上它本身就只有一个6GB的RAM 所以如果你有打原神这些大型的游戏的话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大可不必考虑它了 在室温26度下打30分钟的原神 极限画质加60增下去 其实大概整数就会落在34-35度的增下 如果比起870的话确实会逊色不少 但比起778G或者778G Plus 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温度呢 我个人是觉得它控制的蛮好的 全程载热也过不了42度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发挥 虽然游戏效能不是说特别的理想 但是这个价位除了小米之外 最常见的SoC就是小龙778G或者778G Plus了 老实说以同价位产品来比较的话 它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 而且它本身单核其实是打得过870的 所以才会出现我以上讲的那种情况 那如果你本身是没有打游戏的 那我可以说的是它会让你用得很舒服 然后是很顺畅 有一阵子也不会遇到什么卡顿的问题 而如果你本身是游戏用户 你有打开游戏的话呢 我觉得本身它的跟手性也没有做到很强 所以即使你打这些刺激没有那么重度的游戏的话 它的这个游戏体验其实是中规中规而已 所以确实在游戏这一方面的话很为难这台手机 终于讲到了Pixel手机的强项 也就是影像系统啦 首先是12.2MP的主镜头 有OIS还有12MP的超广角镜头 前置则是打载了8MP的自拍镜头 那这次6a的这个相机硬件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小相机的 因为它没有用上了这个Pixel 6的这个镜头模组 那是不是软件不够硬件来抽呢 我们就直接回顾 答案是的 就拿同价位的HONOR70来比一比就好了 在没有大底还是什么堆料的情况下 它用几年前的Pixel 3模组 可以跟HONOR70的IMX800打得难省难分了 这是谷歌算法确实很强的地方 照片的动态范围、宽容度这一些呢 都有非常接近旗舰机的水准 但是毕竟软体的优化是有限的 所以在照片的中心解析力 还有就是边角边晕处呢 会比较模糊了一些 那夜景的部分 不论是超光角还是主镜头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都是这个价位里面的第一梯队了 不论是暗部细节还是灯光能压制都属于让人满意的程度 不过毕竟硬体差异就是差异 在极暗的场景下 噪点是完全压不住的 这里就真的非常可惜了 而且基于6a是极度依赖算法的影像系统 所以一旦软体厚不住了 借总而来的就是一张又一张算法暴走的样张 我个人其实觉得本身要靠算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随着现在一个两个动不动就大抵的时代 就算谷歌不想堆料 那我认为至少要升级一下基础的硬件 来应付更极端的场景 另一个大亮点就是6a支援了中阶手机罕见的 4K 60fps 画质这一些都非常的不错 令人惊喜的是一般防夺的表现都非常的稳 所以即使你要拿来做简单的Vlogging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Lex其实体验了一番之后 Lex学的是 时隔两年 Google Pixel 6a 依旧可以透过软体的方式在影像上 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这我觉得是其他一些在堆料的厂家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在屏幕的部分 Lex觉得他这一次真的是很没有亮点 也是很多人退坑不想买他的一个理由 所以我才放到他来最后一个chapter来讲了 因为他只是搭载了一块60Hz的6.1寸FHD Plus OLED屏幕 其实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不妥的 但其实现在90Hz甚至120Hz都开始在中低端价位的手机普及化的年代 我觉得60Hz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啦 即使软体做得再好 但就像我刚刚说的 硬体上的先天缺陷 软体只能做到力挽狂澜 而不能做到完全的替代 所以整体的萤幕表现真的是会有点差强人意的 但有一点不得不否认我是非常满意的 就是他这个峰值亮度在这个价位中呢 他算是做到真的是蛮强一下的 在大部分的室外场景都可以应付 也是这个价位中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抛开这些之外其实这个屏幕的颜色还是HDR都非常的饱满鲜艳 在显示视频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其实观感真的很行 而且大家没有发现他的屏幕边框跟R角这些都是偏方正的 所以除了比起市面上的手机显得比较特别之外 他的视觉效果也非常的和谐 搭上音色还不错的这个喇叭 我觉得看戏还是轻度一点的游戏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最后Lex觉得他本身的specs 还有他的刀法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问题 如果他在找半年还是今年年头出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的定位会更加的强更加的稳 毕竟Pixel 7差不多就要来的啦 所以6a的价钱可能只需要补多一个几百块 就可以直接省去6代了 6代本身就有更强的屏幕刷新率 有更强的这一个镜头模组的硬件 而6a呢他这一些都没有 而且他只有一个128GB的容量选择 所以Lex真的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去入手这款手机的 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 毕竟现在这个时间点 安卓12也已经优化到非常接近完美的一个程度了 所以原神系统的流畅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 那确实让我眼前一亮的是Google呢 他真的是做到在这个60Hz之下 可以做的那么顺畅的这个用户体验 那我就相信接下来A系列呢 都会硬件不够软件来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 Village 你给大家 biliyor 我们这一场 繁卖 没有任何 在这个 靠我就 这部分 也进去 你们 终于 来 应该